金宁乡乡村市集秋日动物派对活动 在金宁乡公所前面广场很热闹地展开 乡长表示乡村市集的秋日动物派对 是以家庭亲子同乐为主 主题采多元开放的方式 活动也邀请在地多组的专业表演团体 带来精彩的表演 现场也准备了彩绘工具 让大小朋友共同创造属于彼此的回忆 也让孩子有丰富的创造力 而另外也准备丰富的奖品 还有在地小农文创区、热食区 以及在地自产自销 减少运送成本最新鲜的农产品为主打 另外结合社区发展协会动员在地商家热情配合 打造多样丰富的市集 乡村市集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推的 因为静怡乡没有像其他乡镇 它们有市亲 那我们只能用这样的一个乡村市集的概念 那我想乡村市集的这几年来的话 我们陆陆细细的话 每年都有办了机场 那也受到乡亲的一个爱戴 所以我们在利用秋天 秋高气爽的季节 天气不会很热也不会很冷 那今天的人潮也是很多 那未来的话 我们还是会结合我们在地的小龙 还有一些贪犯 还有一个各单位的一个先导 来做这样结合 让我们活动更有看多 那今天的话 可能是疫情的关系 奔很久了 所以今天的乡亲出来的话 很勇业的餐历 金银香的秋日动物派对 经典重现 为前来参加活动的朋友 展现世界冠金秀的视觉饷宴 乡公所也很贴心的提供 身心障碍者咨询 轮椅借用 无障碍厕所 志工协助等等的服务 而另外有野餐店提供民众借用 希望可以度过一个 非常快乐的假日时光 对方 已经寄了